研究一个气体问题应该先明确研究对象的范围 我想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了 但是在大多数生态学研究当中 一个生态系统的边界其实是相对比较模糊的 我们所设定的研究单位 只是简单的强调了其表观上的云子性 问题是在回答生态系统的一些具体问题 比如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时候 所面临的困难就是对系统输入和输出的了解 又需要有明确的边界和大小 相对来说胡召学的研究对象是边界明确的 也因此对生态系统生态学基本原理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这一直是胡召学家们引一位豪的地方 生态系统模糊边界和表观银子的处理 主要是因为曾经的技术显示 这样可以将模型尽量简化 于是我们在考虑生态学当中非银子性问题的时候 就产生了景观的概念 说起景观 实际上我们并不陌生 我们认识自然就是从景观开始的 我们一般希望了解这个自然区域的形状 大小颜色质地与周边的关系等等 我们在观察一个自然地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我师傅来过 或者说以我看到了哪个地方很相似 比如这个基于一棵矮树的草地景观 是十分多见的景观 我敢肯定地告诉大家 这四张照片是在不同地方拍摄的 但我们会觉得很相似 这里都有树和草 有蓝天白银 我们可以说这个景观是由树 草蓝天白银组成的 在进行这样区分的时候 树草蓝天白银都是独立的元素 是一个可以区分的最小单位 这些不同元素之间的差异就是意志性 是我们进行区分的基础 很明显 元素的意志性空间配置 才是我们觉得相似的根源 许多人造景观 就是根据类似的原理 组合不同的意志性元素 弄得很相似 这个相似性呢 如果我们能总结出某些特点 那就是在分析景观配置 或者说是对意志性在进行度量 刚才我说到不同的地方可能有相似的景观 相反 不同的景观呢 我们又很容易区分 一看就知道二者是不同的 比如这里的这些景观 我们从飞机看地面 发现地面是由相互作用的斑块构成的 这些斑块就是我们常常称呼的生态系统 它们总是以相似的形式重复出现 我们目前的景观大多是人类与自然共同作用的景观 地球上没有人干扰的地方已经很少了 只是有些地方干扰的少 有些地方干扰的多 那么我们是不是来尝试进行一下定义 你会发现并不容易 而且在美学上的定义啊 以我们在生态学上的定义还有很大的差别 从美学上来看啊 景观并没有明确的空间界限 主要是突出一种综合的视觉感受 其美学价值呢 有文化所决定 从字面上来看啊 这个landscape这个英文啊 有些麻烦 它应该是一个合成词 等于land加cenary 也就是指陆地景观 那么一支相关的词海景 也就是seescape 那么是否还有草地景观 荒漠景观 森林景观 湖泊景观呢 的确如此 那么在生态学上这个词就没有如此多的麻烦了 虽然是landscape 但可以指所有的生态系统 其中一个定义就是 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的意志性镶嵌 相信现在大家能够看懂这句话了 而植物学家呢 喜欢这样定义 地貌 植被 土地利用和人类基础格局的特殊结构 搞土地规划的人喜欢这样定义 综合人类活动 以土地的区域整体系统 而在摇杆 生态学家的眼里啊 景观就是 摇杆 图像上 像颜的排列 大家应该很明显地看出 景观生态学当中的景观呢 其实并无公认一致的定义 但是呢 有更加容易理解的角度 比如 美国的华人 景观生态学家 吴建国先生 在2000年的时候 就撰文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将生态学当中的景观 区分为狭义景观和广义景观 他认为狭义景观呢 是指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范围内 由不同生态系统内型 所组成的意志性地理单元 这里面应该就是暗指了人类的视角 而广义景观呢 这是从微观到宏观 不同尺度上的 具有意志性 或者是斑块性的空间单元 这应该呢 就是动物的视角了 从近几十年来的文献来看啊 广义景观的概念 强调了空间意志性 被越来越多的生态学家所采用 特别是在全球变化问题 成为主流之后 更是如此 我们来分析一个景观 图上的这个景观呢 是由不同的小板块所组成的 有建筑物 有水体 有草地 有林地 这些组成单元呢 我们就称为景观要素 整个景观 是多个要素的组合 强调的是意志性 而景观要素呢 是水体 草地 林地 和建筑物 这是可区分的最小单元 强调了呢 是云子性 当然 林地当中还有小板块 由更小的景观要素所组成 所以林地本身呢 也可能是一个景观 同时 这个景观呢 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个 人类利用板块 作为更大景观的一个景观要素 这样来看呢 景观呢 和景观要素是相对的 就看你研究的尺度有多大 所以呢 景观 它就是意志性和云志性的统一 那么在景观生态学中 我们对这些景观要素进行归类 总结出了三种类型 那就是 斑块 狼道 和机制 所以 在度量空间意志性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采用 斑块 狼道 和机制的模式 那么究竟如何来起分 它们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要素 有些什么功能呢 我们来一一说明 斑块 就是外观上不同于周围环境的 具有同质性的非线性定理区 这里啊 特别强调了非线性 是因为我们呢 有一个景观要素是专门定义 线性斑块的 那么有了斑块 我们就要了解斑块的一些特性 比如斑块的大小 连接度和形状 在生态学上 通过对斑块大小的分析 可以了解物种的一些动态 比如物种分布是稳定的 扩展的 收缩的 还是在迁移呢 我们还可以了解迁移的路线 在上面这个研究当中呢 我们看到 随着斑块面积的增大 动物活动的平均移动距离啊 在减少 而且大斑块内啊 动物的活动频率 高于小斑块内 或者是斑块间的动物 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 对不对 斑块面积大 动物很容易呢 究竟找到密实地 休息地 或者其他活动区 而如果斑块太小呢 动物就只能在不同小斑块之间 寻找合适的栖息地 那么这些动物呢 一般不出门 要出门就出一个远门 斑块的连接度啊 一般不单独拿出来输 需要结合后面的囊道和机制 所以一般呢 也就称为 景观连接度 连接度是研究同类斑块之间 或者是不同斑块之间 在功能和生态过程上的有机联系 这种联系呢 可能是生物群体之间的交换 也可能是景观元素间 直接的物质 能量交换 斑块的形状啊 以环境变化及其更新过程有关 所以对生物的散布和觅食呢 也具有重要作用 对形状有一个度量指标 叫做形状指数 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到啊 笔子为一的是圆形 笔子越大 说明该斑块周边呢 越发达 那么在园林设计当中啊 我们采用不同的斑块形状 往往呢 还能够获得不同的艺术效果 这是另外一种用途了 也是我们在公园当中 最深刻的机会 我们再来看看囊道 就是外观上不同于两侧环境的 狭长地表区域 以斑块相比 它是线形的 所以也称为形状特化了的斑块 囊道很容易辨认 我们一看上面的图 就知道囊道是什么 如果要论囊道的作用 那就是具有通道和阻隔的双重作用 所有的景观 都被囊道分隔的同时 又被囊道连接在一起 其结构特征 对一个景观构造有着强烈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囊道按照其宽度 可以分为现状囊道 带状囊道和河流囊道 现状囊道是全部由边缘环境组成的狭长囊道 一般是指道路 铁道 堤坝 构杀 构杞等等 物种主要由边缘物种和广部种组成 没有内部物种 而带状囊道呢 因为包含内部环境和内部物种较宽的范围 所以就含有内部种 而且每个侧面都存在着边缘效应 比如非常宽的树泥 而完整的河流囊道呢 包括水稻 河床 河岸植被 河岸植被呢 由于具有特别重要的功能 被认为是最需要保护的景观元素 对于囊道来说 直线和弯弃的路径呢 可以用取渡来度量 在更加弯弃的囊道当中 运动的动物肯定会更消耗体力一些 还有一个景观要素就是机制 这是景观中分布最广泛 连接线最高 在景观当中其控制作用的景观要素 但一般呢 并不是特别容易判别 比如 这些图的景观构造当中 机制是什么 其实啊 并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吧 那么我们就给出一些判别标准 首先呢 是相对面积最大 也就是面积要超过其他类型面积的总和 就可基本判定为它是机制 但如果两景观要素面积相当的时候 比如这张图 陆地与水面的面积都差不多 这个时候就要借助于连通性来判别 连通性较高的类型呢 为机制 但有时候呢 相对面积的标准 与连通性的标准呢 是相互矛盾的 也就是说相对面积最大 并不一定连通性最高 比如这张图 其中小道的连通性最高 逆地呢 被分成了许多板块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 是哪个要素控制景观动态 也就是说啊 当两个标准都相当时 需要理论模型或者进行野外观测 判断是哪个要素的控制程度最高 一般控制程度高的那个要素呢 是处于可扩展状态的 另外啊 值得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景观都存在着机制 所以这幅图呢 也可以认为是没有机制的 景观的空间格局 我们一般气氛为均匀的 聚集的 现状的 或者平行的 这个呢 比较容易理解 我就不赘述了 但有时候还是有更复杂的构型 比如这些 如果说上面一排 我们还能够用一个词来进行描述的话 那么下面一排 就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词了 我们看到 景观是一直性严肃的结合 那么就涉及到不同严肃之间的过渡和连接 其中呢 就会形成许多边缘 在这个狭窄的地区啊 物种数目及种情维度 可能会比相邻区域还要大 这就是边缘效应 因为在这里啊 有一种环境团圆组合 过渡到另一种环境条件的组合 或者说呢 有一类动植物组合 过渡到另一类动植物组合 这就不仅包括了两个生态系统内部的成分 而且还有一些特有成分 带来了物种数目和种情密度的增加 在景观生态学研究当中 核心内容是探讨尺度 格局与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所以呢 吴建国先生在他撰写的这本 景观生态学专著当中 就把格局过程和尺度呢 放在副标题中 我们下面呢 来简单把这几个概念介绍一下 对一个事物我们要看清楚 我们会走得更近一些 如果想看得更清楚 我们会用放大镜 甚至显微镜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放大镜 和显微镜来看我们的整个世界呢 这样不是看得更清楚吗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 当我们过分关注这些细节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了整体上的认识 因为我们的世界啊 本来就是经营性与意志性的统一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前面的话说 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在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当中 考虑经营性与意志性的关系 这就是格局 Pattern 还有我们站得高 看得远 但是看不清 看不准 这是一个常识 那么你是否想过 经营 刚中经营的世界 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蚂蚁 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人类的存在吗 所以啊 不同的眼光 不同的世界 因为我们所处世界的尺度不同 在生态学上 也非常重视尺度 Scale 思过境迁 沧海商天 就是说啊 大海可以变成农田 农田也可以变成大海 随着世界的流失 世界变化很大 就是指的生态学当中的过程 Process 那么在不同的尺度下 我们看待同样一个地方 结果会差别很大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 限制特定生态过程的生态因子 也是不同的 有些生态因子 可能只是在某些尺度水平上 才发生作用 不同的时空尺度 决定了相应的景观要素区分的分辨力 所以景观要素的真别 不仅要考虑可能性 也要考虑必要性 比如我们研究荒漠化的时候 并不必要知道每一颗小草的位置 这就是景观生态学当中的尺度效应 我们今天的课 对景观生态学做了简单的介绍 由于景观生态学本身 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的学课 我也许会在以后的时间 专门制作一个景观生态学的木课 所以这里的介绍就比较简单 今天的课也就到此结束 同学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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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